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刘文 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嘉宾团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冠灵 我是自己还是个宝宝 但同时也是二宝妈妈的辣妈 爱是富足的心灵 散发的光芒 大家好 我是盗本教育的陈平宇 大家好 我是传说中的妞奴奶爸 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0.0 MyRadio的DJ7 大家好 我是韩家韩教授 今天坐在Savon旁边 非常地有压力 别看我们坐着差不多高 她要是站起来的话 我可能直到她这儿 这个位置 所以我总结出来呢就是 孩子要想长得高 奶粉就得多 金乐宝 说得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圆宝 也是咱们二宝来来的一个宝 也是一直在努力尝试 想要第二个宝宝的一个奶爸 大家好 我是儿女双拳 人生圆满的二胎妈妈 圆拳 介绍当中是满满的系数感 好甜啊 是 生活当中我们常会听到一种声音 那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 对 像我身旁的亮亮经常说 你看人家老韩家里的上上 你看人家圆拳家里的威廉 再看看我们家的安邸 不辞无授出现 游子是上衣 那我想接下来亮亮看完下面这个视频之后 你会更加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来看一下 别人家的孩子 自己家的孩子 有一类孩子叫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否认其书画 奇遇运动那是样样再好 丁乃玉的圆周率200位怎么样 好 开始 对 双鲁卤 5.26535块钱 2.25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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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块钱 2.25块钱 2.25块钱 这是什么 西瓜 那这念什么 瓜 不对 考虑一下这念什么 念什么 茶 各位叫十位建议 这是他不见的 啥叫做他不见的 他能不见啊 他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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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 每次给自己家的孩子 辅导作业以前 我都这样默默告诉自己 生气老 生气丑 生气又老又丑 儿子我们一起来写作业吧 这个字叫什么呀 一个门 一个口 人家门口 哈哈哈哈 考试考成这个样子 给我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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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交代 孩子 你这样是认真的吗 你这样 会让慢慢血压飙升的 陪孩子写作业之前的血腰 要无事不可有你陪伴我身体 写完之后的血压 写完之后的血压 那种感觉 有点点悲心 很深 一个人即便如此 只能在心里默念 亲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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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 您质疑那个视频是有猫腻 不是 我是质疑我自己家孩子的事 我只能是看了别人家孩子 这种惊叹表演以后 暗暗地觉得她都是作弊 真的吗 您的心态可真的是良好啊 关玲姐姐 关玲姐姐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年 永保青春 还是贾圆圆的那一 主要是看我自己骗自己 这豁达开朗 即便看到了全事实 那我也自我其脑 心态好 我看这种视频 心态摆得特别好 我并不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我儿子的基因 他没法选呢 是我没有给他选一个称职的爸爸 另外我觉得 先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做到 别人家的家长那个程度 再说 如果你做不到 对他全心全意的付出和陪伴 那么你给他喝上君乐宝奶粉 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我的天哪 找对门我跟你说 就是这一条路 大家讨论了这么多 那么到底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种非常有天分的孩子 他是先天基因造成的 还是后天自己努力的成果呢 抑或是像观玲姐说的那样 可能是视频当中有猫腻呢 我觉得接下来这样 我们直接请上一堵夏天 来看一下好吗 好 来一起来认识一下 有请 这个小火车对你来说 稍微有点小了对不对 你的身高形体明显有点超赛 让我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丁乃玉 年方十二长得帅 学习优异老师爱 说话多 你不快 你要跟我为什么快 没办法 脑子很快很无奈 孩子你真的很自信啊 我 博览情书 智慧的胡多多 五胡四海皆有涉猎 通天小弟 小丁你还记得我吗 咱们是第二次见了吗 我知道 上一次在北京的时候 小的时候她就了不得 就小嘴儿啊 叭唧叭唧叭唧的 这个你想我就够叭唧叭唧了 我要觉得她叭唧叭唧 她得多叭唧叭唧 你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刚才视频里的那个 说圆周绿的那个是你是吧 那个是我小的时候 三年级那个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 关灵姐刚才严重怀疑 这种是有猫腻 因为你背到200以后 你别说200 你背20以后 你就背手机号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来考验一下 关灵姐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百度一下圆周率 3.1415926535 897932384626433 8327950281 41971 69399 37510 58209749 4459 23078 164 06286 20899 86280 34825 34211 706 7 9 正确吗 关灵姐 还没看完呢 妈呀 这个就是 也有点花 尤其是到那后边 都有点跟不上 来个直观的行不行 最近晚上有歌特别火 把很多的生辟的词儿揉到一块儿 我们先听一下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 依然是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的二宝来了 君乐宝奶粉每天200万妈妈的放心选择 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搞个PK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这个古今通晓吗 你一个人PK我们四位嘉宾 好不好 round one 我们先给韩家出一个 韩教授 我们出个简单的吧 绵绵刮什么 来 说 刮碟 好 刮碟 你觉得这个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完了 还真考虑 你要想啊 绵绵呢 跟绵延差不多 对不对 就一块儿西瓜地里边 全是大西瓜 一个一个接一个 然后一个一个跌倒 来 看看 到底是什么音 教授回答正确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祝福语 用于祝福子孙兴隆昌盛 你想绵绵吗 就是绵延 再说西瓜长 结着一个一个也结得很多 就是说 多子多福嘛 哦 那其实我解释的是原意 对吧 没你原意 祝你绵绵 祝你绵绵瓜地 祝你抱着心 别说了 你解释那个是叫字面意思 对 来 好 我们来考小丁一个啊 这个词 这是一堆龙 你看啊 龙形打打 打 打 就是指的龙啊 在这个空中腾飞 它的这个姿态 这个样子 你想那么多龙加一块吗 好 这题算小丁得对啊 一比一 来 又到了我们这个嘉宾团了啊 挑战的时刻 对 什么什么不休 什么是 嗷嗷叫的那个 嗷嗷是那个 嗷嗷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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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嗷嗷吧 嗷嗷不休是吗 请你用标准的 用标准的 用标准的 这个词什么意思 给我们解释一下 呃 嗷嗷不休的意思呢 其实跟我比较相近 就是 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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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说个不停 你和你的妈妈 谁更嗷嗷不休 呃 我觉得都没休过 哈哈哈哈 再跑小丁一提 我觉得差不多了 给她出个最难的啊 对 什么轩 我们就认识轩 嗯 呃这个应该是念 游恶无轩吧 游恶无轩 呦 第一个人错了啊 呃 呃 没错 第三个 五 哦 对对对 哇 很棒很棒 总体来说很棒对不对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 你们家现在是有二宝了 我的刚才为什么 你自己先出来了 我弟弟的话 就是他对 坐到这个车上 然后往前走 可能反应比较大 他觉得他妈妈要是 围在他身边 他就会比较 孤单 然后没有依存 但是我其实特别爱他 我觉得他特别好 我跟他经常的对话嘛 就是 你爱哥哥吗 爱哥哥 你有多爱哥哥 一百分 那你亲亲哥哥 啊 说了半天 请出来试验一下行不行 啊 我们看一看啊 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 那么有爱呢 我们掌声有请 爸爸妈妈和弟弟 有请 欢迎我们的丁家一家几口人啊 欢迎 欢迎 妈妈穿得好古典好美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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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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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晏晏啊 阿姨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你觉得哥哥好不好呀 好 哥哥哪里好呀 这个问题 两岁的孩子好难回答 他在救他 妈妈都是优点 什么 他说全都是优点 全都是优点呀 好 爸爸妈妈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来 嗯 大家好 我是丁乃玉和丁咸阳的爸爸 我叫丁超 是一名精神科的连床医生 大家好 我是这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名字叫陈丽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妈妈在上来以前 有没有听到她对你的评价 挠挠不休 嗯 可能与职业的原因有关系吧 总想让她做得更好 所以呢 对她提出的要求也会多一些 可能 你们家这老大真的很聪明 太棒啊 历史数学 还有这个语文 全都特别的精通 怎么培养的这是 她从小就喜欢听书 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也可以 两个小时也可以 甚至三个小时也可以 都是我累的不行了 我睡着了 但是她还一直在那儿 妈妈你跟我讲这个 讲那个的就是这样 那是她 那时候她多大 几岁 她和她这么大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她读书 这么大就开始了 对对对 她听得懂吗 她听得懂 而且她有个优势是什么 她记性好 我记得那时候小宝宝 不是给她买这么小的那种书啊 你给她一完读完题目 她能把下边的全都说出来 而且她说话也比弟弟说话要早 她妈妈给她读了一些书之后 她的记忆里特别好 我就觉得这个方面啊 可能会变得又不太一样 就跟她学习一些口才啊 也表达一些东西 小丁呢 其实在之前很早 你看包括之前就跟冠林姐姐 就很早就认识了 参加了很多节目啊 我们来看看当时小丁这个 窜红网络的一些视频 丁乃玉 什么事啊 你跟那个杨嘉宁说了吗 她看这个节目了吗 她看了 说我演的还不错 可是我跟她爸爸谈过了 她爸爸说女孩子不能跑到路面出来演 所以这次没带她来 你怎么跟她爸爸谈的呀 打电话 但是杨嘉宁偷偷告诉我说 她爸爸是怕她耽误学习才不让她来的 那你耽误学习了吗 没有啊 我回去期中考试 照样一门就是九 一门就是七 好 你今儿穿成这样是准备说相是吗 你真聪明 听说穿得怎么样 就看待会儿的联场发挥咯 那你现在回过头看你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的表现 自己有什么感觉呀 哎呀 嫩 太嫩了 真嫩 现在呢 现在老了吗 怎么说呢 之前是三分熟 现在能 基本能吃了吧 六分熟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嘛 那是就是因为我小 然后我去说一些好像类似 早熟一点的话 然后就大家就会比较高兴 但是你想现在我就不能再去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把一切的力量 花在积蓄自己内心的能量上面 然后再去等待那个七分熟八分熟的爆发 我应该去浅下心来 钻入土中 再去就是学习更多的知识 然后等到假以时日 等到我再次积蓄好了能量 你们就等着一场暴雨 然后我再去破土而出 这个小丁同学还是非常理智的 他不是就是说那种很浮躁的 我觉得这也跟整个的家庭气氛 我们刚才看到书香门第啊这种状态 小丁现在已经表现出了超乌常人 普通孩子的这种能力跟他的学识 我们更应该去保护好他 让这颗今日之星成为未来一颗永远发光的星星 对 要成为一颗恒星一直闪亮 对吧 我们这个丁家真的是让别人很羡慕的 别人家的家庭 有两颗星 对 当然 又诞生了一颗 对 当然这个家庭呢 生活当中呢 肯定一切的这种闪光闪耀呢 一定是来自于他们家庭当中 幸福的氛围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幸福的家庭 来看一下 并且 viennent就说 一片,以后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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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尿客眼笑云 真的是能够看得出来 小金是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孩子 两位对他的这个成长培养也付出了很多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会像让老二跟老大一样的这种模式 直接照搬到老二身上的 我肯定不能去复制丁乃玉的这个路子 因为两个孩子之间甚至三个孩子之间 他们是不同的 但是有一点又是相同的 就是说他们在做人 在对待学习对待的事业 包括将来和父母的分离方面 我们要一样就会去做 对 爸爸是坚定地认为 应该不会把这个培养乃玉的这些经验啊 理论啊去照搬到二宝的身上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二宝的成长轨迹 到底要不要来照搬大宝的这种成长轨迹呢 我们来听听各位嘉宾的意见和感受 都说老大这个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嘛 其实我觉得就是老二啊 我们压根都没想过怎么养 就不用想怎么养他就长大了 他已经就是说你感觉很自然了 而且不那么紧张了 就说老大早教养老二超市养 这在我们家就是这样 老大你一直在想教育问题 不到一岁就开始报班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老二你会发现 哎呀也不用学 反正他长得也挺好 哎呀超市随便玩玩得了 这是黄瓜绿的 这是西红柿红的 差不多就行了 真熟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父母的心态的一种 一种状态 并不一定说非是照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去养 因为我们家也是两个孩子 就是老大是四岁半 老二是两岁 我就发现我儿子特别爱看书 我女儿完全不感兴趣 他喜欢球 不 他喜欢做饭 不会 可以啊 你下次给他读菜谱 他应该会很感兴趣 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复制是不可取的 一定是要让他们去观察他们的特质 然后让他们自由去发展 对 不能简单粗暴地去复制粘贴 你没办法完完全全地去复制 但是一些好的东西一定要是去复制的 比如说当时小丁的时候 可能尽早地跟父母的这种分离做得比较好 然后一些优秀的习惯养成得比较好 所以打好基础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把它做得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因为小朋友的他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对吧 而且他又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哥哥 你看他现在也站着哥哥在玩 包括现在可能也需要模仿哥的一些小的动作 或者小的习惯这些东西 但是培养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就按照乃鱼这样的去做 没有OK了 理论上说肯定不能照搬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不经意间 无意之间都在照搬 比如我们把培养老大的 我们觉得成功的好的东西 一定会用在老二身上 可能我们不觉得是照搬 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完成分离啊 要养成好的习惯啊 二宝教育到底要不要复制大宝呢 我们来看一看场外的观众 他们会怎么说 教育二宝肯定不能跟教育大宝一样 因为要根据每个孩子不一样的性格 来看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找那个好的地方吧 教育 比较好的 然后不好的还要需要改一下 我个人认为是要应该兼学那个大宝的经验 因为大家都是初为人父人母 第一个孩子教育的时候都是摸索着来 然后当你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你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然后从大宝的身上吸取各方面的经验 要我认为这个有需要的 因为这个大宝的这个之前的话 您这个没有经验嘛是吧 肯定有些东西的话是可取的 可以参照一部分那种经验 然后剩下的根据那个实际情况 该调整的时候就得调整一下 好 你来听听现场的观众 大家觉得在二宝和大宝成长方面 有什么想谈的吗 如果是我有二宝的话 我会在经济条件没有大的这个改变的时候 会给两个宝宝相对平等的这个条件和鼓励 刚才我家闺女就直接说了 妈妈这样不行的 因为每个孩子天性都不一样 你要是用那个大宝的要求 去要求二宝的话 他们两个的性格不一样 这样子就适得其反 还是最好尊重这个孩子的天性 感谢各位嘉宾 还有我们现场观众的分享 当然也要把特别的掌声送给我们 今天的这个一号家庭 谢谢 请到游乐区 每一个拥有二宝的家庭 他们家里都会有不同的故事 关于我们二宝的教育 要不要复制大宝呢 也许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自古英雄初少年 师父我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不住了 我心里只有个梦 想去松山少林学武功 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 全家仗义 全走壁 师父你 为何可以经过流水 牵扎一线 棍杀一片 的确 葵葵衣袖对我说 赶紧练工具 功夫 讲究的是一百亿 好好学着 当你武功变到炉火成青的地步 就可以将哥哥自带成 谁从小没有武侠吗 功夫 讲究的是恶罗多姿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五 同年回音 火辈功夫闪了一下腰 学习功夫要做到温吉起舞 先持不训 当然炫酷的造型也是必要的 江湖传闻 在你练就一生武艺之后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把啥包都怪得大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 自奈何身体他不听话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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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 继续收看由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的宝奶粉冠名播出的 阿尔宝来了 君的宝奶粉 每天两百万妈妈的 放心选择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出来一组家庭 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 一组公子少年一组公子少年一组公子少年一组公子 好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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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车了 还吓一跳是不是 两位小悟空请下车 出场方式都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你看看 多多很厉害 而且还知道少姑弟弟 这小伙子 来来来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叫少姑东东 今天五岁 来少年车外交 被黑乎菜 弯卵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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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棍 就听懂了叫东东 其他完全没听到 东东你能不能先把弟弟叫回来 回来 好帅 来来来来 底气十足 声如红中 但是弟弟依然爱大不理 我的天 这样吧 我们让哥哥来展示一下他的功夫 对 咱们让弟弟玩一会儿 让弟弟玩一会儿 弟弟可能在少林中待得久了 所以看到我们的游乐场非常的好奇 你来 你用你的这个功夫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样 我会跟我说 表演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掌声欢迎 好 好 猫子猫 漂亮 猫虎亮相 厉害 叔叔已经找不到词可以来形容你的厉害的功夫了 你辛苦了 东东 东东 习武很辛苦 为了表示对你的鼓励和犒劳 来 这一罐登陆香港销售的君乐宝奶粉 是阿姨送你的见面礼 好不好 你跟我弟弟弟喝 给弟弟喝 给弟弟喝 你俩谁喝完之后都会更加筋骨强壮啊 今年几岁了 五岁 五岁了 你起舞多长时间了 两个小时 不 我说你开始练武术多长时间了 三 三岁 三岁开始的 那也就两年多了 东东你教刘文一个动作好不好 刘文哥哥 来 教他一个动作 我为一个朝天灯 朝天灯 拉腿可以扳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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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十三五三十三五三十三八三十四 哎呀 好厉害 好厉害 你是腿厉害 叔叔拳很厉害 我会长拳 你信不 哎呀 你别光说不厌了 你 这么大个跟这么长孩子比 还急死了 我跟你说 你好意思啊 在河南要不会耍两下功夫呢 就当不了主持人 真的吗 真的 对 东东来 你站到前面 看看那个刘文叔叔 待会耍得怎么样 能不能给你切磋两下 真 老刘 老刘裤子质量还好吧 你看看东东的马步 刘文你这就是典型的花拳绣腿 用我这视角看啊 我给你学一下你自己 嗯 你这就是典型的花拳绣腿 我有那么扭念吗 我会啊 这个长拳 我的天哪 你也会啊 对啊 来到我站中间 好 师傅 徒儿一拜 您接不接受 女生女徒弟吗 武术也可以接受 武术女生也可以练 女生也能练是吗 女生也能练 很有思想 师傅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我是戴义拜师 我先给您表演一段 然后您给我评评分行不行 行 行吧 好 来 你练的是啥拳呀 啥拳是啥拳呀 别糊涂我们 我爸15年没见过 我练的是 十拳大 没有二种拳 真的吗师傅 那我开创了一个门牌 要不你拜我为师怎么样 你一开始练有点像 七宫 对 我这就是七宫 师傅你眼光真好 但是第二个动作不像 第二个动作像什么功 啥都不像 啥都不像 东东说我读多少 你别蒙我吧 对呀 一天得跟你一块练 短时间的武术啊 东东是吗 每个人练武术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现场 有两位小朋友 刚才 东东在表演的时候 这两位小朋友 好像一直在看 这两位小朋友 据说来者不善 你要小心了 挑战一下 小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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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也来一个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伏差 来 我还会你一只腿呢 会那一只腿啊 换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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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东东 人家俩也都会 会大恰 大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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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会不会 不一样 东东 你也会一个 咕咕牙腿 再来一个 咕咕牙腿是什么 来一个他们俩不会的 你们俩会吗 这个我也会 五一领直 都会 你看看 连穿裙子的阿姨都会了 还你一样 我们别比了 再比下去 孩子会质疑 他学舞这两年学了什么 谢谢 谢谢东东 东东你其实很棒 因为这两个呢 是我们今天专门找的 才艺达人 来跟你PK的 好不好 谢谢两位 刘文叔叔送你们的 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 两百万妈妈的 放心选择 谢谢 来 掌声送给两位小朋友 谢谢你们 东东你学舞 是跟谁学的 教练 教练 教练是谁啊 我爸爸 你爸爸是教练 我爸爸什么拳都会 是 会 全部拳 我学校会的 全部拳都会 那你天天跟爸爸学练拳 你觉得辛苦吗 学武术 辛苦 辛苦 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啊 我不学了 我学一点不累的 没有 你要是练拳 打得不好的时候 你爸爸会不会 十拳大步边上去了 给你来两拳 会吗 不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你练得不好的时候 爸爸会 啪啪啪 会揍你吗 打呀 明师出高途 这么厉害的徒弟 我们来看看他师傅 到底怎么样 有请东东的爸爸登场 来 有请 师傅 我坚持不住了 我 心里只有个梦 抢去松山少林学武功 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 全家仗义 全走壁 师傅 你 为何可以心肤流水 牵扎一线 棍扎一片 的确 灰灰衣袖对我说 赶紧练弧去 连风陪去电弹太阳 晚生还有最多凉光 一日午夜时空 气无间隙的 不觉一见学历 我一心中老体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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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台下十年功 为台上一分钟 艰难寂寞 谁会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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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机会全于空中 身精髓似幽 全身一代都一空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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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心里只有个梦 将军松山少林学武功 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 欺压仗义 飞烟走蜜 师父你 我跟你心目有随 长大一线 归走一片 那么轻轻摔毁一笑 对我说 哎 赞紧脸不去 脸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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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不太有 晚上还有 最佳亮光 一日不连时空 心无间隙的 却依仙学历 我 也心中了 听你 天雄台下十年功 未得上一分钟 简单寂寞 谁会懂 好奇灰尘与风中 深情褪似幽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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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个抱起来 弟弟这个画面是最有爱的 好可爱 全程在表演的时候 这个小宝宝就拿着他的那个 然后沙条在这个舞台上搅局 后来还在大哭 您是否觉得刚才这段表演 是您走过各大演出现场当中 状况最多的一段演出呢 这是 这是 史料突然的 对 史料未及 是的 真是的 真是的 来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嗨 我们是上宝 来自上林寺 冤宝学校 这一看就训练有素 我是东东的和这个冤宝的爷爷 哇 师父的师父在这里 这是真正的掌门人哪 刚才通过这个介绍 我们了解到咱们家是武术世家 对 对吧 我是五岁习武 八岁的所谓这个少林寺武僧团 出访了有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 也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英国女皇 俄罗斯总统 和多个国家的政要 进行表演和交流 主要致力于文化交流 和现在的青少年武术普及 爱人是原来也是习武的吗 我也是从十二岁开始习武的 您也是武林中人 所以两位是鹦鹉结缘 鹦鹉生爱 鹦鹉生了他们俩 可以这样讲 真的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 当时让我习武 您当年为什么想着让您的儿子 学武术跟着您一块 我从小来就叫这个冲杀武术 我们的老师老师 你要习武了就要写写的 所以说就让我们写做好作人 然后再教我们这个受益 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也有一些温化的这个 休哑巴 达喉喽 对 我说这个挺好的 学武术先学做人 对 我觉得刚才这一段 他们那个演得特别好 特别像一个剧 就是说他踹了你一脚 然后他妈又来 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对 能不能教我们点简单的呀 简单的 大家上来互动一下 来吧 想学的嘉宾 我们到舞台上来 双手脱天比三胶 这一段姿势每天早晚割裂十五分钟 绝对会你的腰椎肌椎 有很大的好处 这是最简单的 脱天跟最大点脱天一样 脱天 双手脱天 现场的观众 如果腰颈椎酸的话试一下 这个厉害 你的腿太长 我们这个武术之家 并不是大家所看到的 全都是铁血 钢墙 其实呢 钢中自然带着柔 也会有特别温暖的一面啊 练舞苦不苦 苦 累不累 累 你能不能坚持 来 大宝其实比二宝小的时候 对武术的兴趣会更浓厚一点 特别喜欢练舞 我觉得父女是什么称谓 她并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 所以我喜欢强下东哥 对不对 大 不能吧 而且我觉得东哥西游 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引导的 他是出于一种刺发的 和环境的影响 然后喜欢练舞 我 三的时候 是我和小年 现在成了 我和爸爸你 然后他最喜欢的事就是 当教练 三 四 五 打车啊 冲哥 我腿疼啊 明日五点十日空 明日昨天没练了 冲哥 冲哥 你怎么知道 谁要我没练功 冲哥 我错了 再也不敢偷懒了 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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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武术可能就是我们两口的 我们家庭最宝贵的一段价值的财富 我会一定会传给我的孩子的 咱们去练动吧 所以就算元宝他不喜欢武术 或者对这个不是很有兴趣 我也会依然去想起各种办法 熊熊地去诱导让他去练习武术 他们以后的人生肯定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他们想要具体以后想要做什么 大宝现在的梦想 他就说他想要当武术冠军 然后二宝如果他对别的方面感觉 他肯定如果他想以别的为专业 我们都是赞成的不会反对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登陆香港销售的君乐宝奶粉 冠名播出的二宝来了 君乐宝奶粉每天两百万妈妈的放心选择 你们家习武世家氛围特别好 老大发自内心地喜欢武术 老二发自内心地爱吃虾条 你这将来准备让他跟着老大一块 习武吗 当然要习武吧 不仅锻炼他的身体锻炼他的意志 他不单单是拳脚 他这种行为规则的约束 让他自小有一种概念 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 对 所以我觉得武术不单单是我们我的孩子 如果我以后有孩子的孩子 我觉得一定是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的 这刚才和上个家庭的两个老二要互换一下是太好了 伦武双全 这弄一下是多棒 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再培养老二 就是再把它往别的性格好上再培养一点呢 其实我让孩子学武并不是限制了他去接触任何一个方向 我觉得孩子未来多姿多才的多才多艺的 东东东东东过来 跑步 这会儿就不是爸爸了这是教练 好 你正 好 元宝叔叔说您练武了对吧 也还有没有会学别的 下面你给叔叔跳点街舞好不好 还有街舞 这街舞挺像的 充满了武术的风格 你喜欢街舞挺像武术的 好 这不错啊 这是传统文化与新思维的一种融合发展 不要 都要像了啊 感觉 要跟谁摆动呢这是 他怎么街舞的时候我老想给他配点 好 好 收了 收了 收 他们家这个家庭啊就是可以复制的 就是他们家老二正好也是男宝宝 而且正好也是在这样一个习舞的世家 所以像这种情况 他的这个二宝就可以完全的 这个跟大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了我觉得性格爱好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培养的这个概念 他们应该已经是轻车疏路了 而且他们家已经达成功识了 已经 对对对 即便是复制我觉得也不是复制 而是一种家庭氛围的引领 熏陶 是父母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全家都是这样做的 对孩子来说自然的就会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呼唤 对 我们家两个女儿 今天呢都是两个儿子 这个呢就是我发现两个孩子 他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老大是内向的 他喜欢看书 但老二呢是属于那种外向的 就是特别就是情商特别高的 那么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教育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是因因才失教吧 因为孩子的这种个人特点 但我总的来说呢 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快可乐乐的 这个都是我们父母最大的心愿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看了两组家庭 听了他们的故事以后 大家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不管未来对于我们二宝的教育 你是对于大宝复制粘贴也好 还是说我们要优化升级也好 再或者你是想查漏补缺也好 最重要的是四个字叫因才失教 对吧 好的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两个家庭的 真人抓娃娃机的环节 来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3 2 1 GO 加油 加油 好的 加油 加油 小丁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看完他在游戏当中 会有很重要的表现 加油 加油 给你给弟弟抓奶粉 给弟弟抓奶粉 你看妈妈 对 给弟弟抓菊乐保奶粉 妈妈的目标很明确 请抓菊乐保奶粉 一定要加紧 一定要加紧 加好 加紧 这么多东西 加油 看起来收获颇风 好 加油 很棒 来 接一下我们的玩具 好棒 好棒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家庭少林东东的表现 对 他们的功夫 会不会在我们的抓拉拉机里面 特别有优势呢 三 二 一 一 开始 开始 好 东东的弟弟也在给他加油 加油 看一看 少林工夫在这个环节 有没有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低一点 加油 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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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当指挥啊 不啊 东东在抓什么呢 爸爸和我们的自己上主 把所有的军乐宝全部上回下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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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家的元宝说 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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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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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粉抱住了 堅持住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去收看由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的 二宝来了 君乐宝奶粉每天两百万妈妈的 放心选择 没错 在刚才真热娃娃的环节当中呢 我们要热烈祝贺小丁家庭获得胜利 所以也送上我们的奖品 两罐君乐宝奶粉 祝贺 好 祝两位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当然也感谢东东家庭 谢谢这个武术十佳 谢谢 谢谢 谢谢两者家庭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喜悦 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团 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感谢各位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是二宝家庭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为您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在等着各位 感谢广电全媒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抖音威视U视频快手和秒拍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好了 二宝来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